欢迎来到第一声 我是王穆迪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底气 有人说啊 有的中年人底气没有那么足 是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 早已经上生活妥协了 不妥协的那部分 往往又用力过度 分分钟成了油腻中年 但是中年人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今天穆迪给中年人开个小课堂 你只要学会使用以下三句话 就会显得你非常有底气 第一句话 你去医院的时候 跟医生说 给我来个全身体检 这句话真的非常有底气 一般的中年人只敢说 给我来个全身拔罐 真的猛事 都是敢于直面自己的体检报告的 我有个朋友 两个礼拜前 戒酒戒烟早睡早起三餐规律 我说你是准备要孩子了吗 他说不是 我是准备要体检 而另外一个 没有准备的朋友去做体检 他只测了一个身高体重 就吓得落荒而逃 第二句话 我建议大家都学习一下 就是把手机丢给老婆 然后说一句 请随便看 这四个字 比我爱你 分量更重 有的女生 可能一生 都没怎么听到男的 对她说这句话 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去逛街的时候 碰巧 逛街那个店的售货员是个男的 那人才会对她说 请随便看 但我有个朋友说 我天天把手机丢给老婆 让她随便看 我算不算对爱情相当忠贞 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说 你倒是给她解锁呀 第三句话 在当下这个环境听起来 也非常有底气 就是把车开去加油站 对工作人员说 95加满 这四个字的背后 代表的是雄厚的经济实力 那天我就在加油站 听到一男的 这哥们说了这么一句话 工作人员跟他确认了两遍 一边加油 一边在那感叹 好久没有接过这么大的单子了 确实 这段时间 石油价格因为各种原因 飞涨 汽油价格今年以来 已经连续第六次上调 叫做六连涨 很多车主在去加油的时候 都得先给自己加加油 否则不敢去 那油价的六连涨 也是让我们发现 中国的能源结构当中 新能源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油价六连涨的背后 以及中国新能源的未来 我们进入财智团 生活无处不经济 狼眼看来不寻常 欢迎在每周亿万 锁定广东卫视 收看财经狼眼 欢迎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财经狼眼的微信订阅号 财经狼眼daily 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和财经资讯 那今天的财经狼眼 我们来聚焦油价 六连涨 以及中国的能源问题 作为大宗商品中最重要的一环 石油的价格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盛衰 受地缘政治影响 近期石油天然气为主的能源价格爆涨 未来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如何 未来能源计划是否有可代替石油的新型能源 另一方面 油价连续上涨 生活出行开支明显上升 不少车主开始考虑新能源车 但今年以来 新能源车的价格却也跟着上扬的油价 开启了一波疯涨 油价上涨 新能源车更香了吗 为了缓解车主们的油价焦虑 此时是入手新能源车的好时机吗 本期节目财智桃涵节 邀请到济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 中山大学陵南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林江 环车教授总经理邱江 与华兴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李宗光 知名媒体人企业顾问李林云对话 共同聚焦连续上涨的油价及中国能源新优势 有网友说 2022年最昂贵的香水的气味就是汽油味 几位记得2021年元旦的时候 92号有多少钱吗 5块9毛5 到今天我们说话的当下 破了9直奔10而去 也就是说一年的功夫 忽忽悠悠的 涨了将近50% 所以这件事情来了 它怎么的油价就6年涨了 我认为这个理由可以这么来理解 本来不会涨那么快 因为咱们国家油价调整它是有窗口 我看最主要6年涨的背景 就是国际地缘政治的局势的变化 尤其是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 使得布兰特原油价格创了新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国内就不能不跟进了 这种不可预测的一个因素表现得太明显了 就使得整个的原油市场出现了一个不可预知的一个变化 因为油价我认为是一个多种因素驱动的一个结果 所以不仅有美国比如说联储发潮的过量 还有整个全球的通货膨胀的趋势 整个原料市场的萎缩 包括供应链的扭曲 加上这个最新的俄乌这个冲突 多重因素叠加 多重因素 所以不仅是国内6年涨 可能国际已经8年涨 4年涨 已经早就提前开始涨价了 因为国际油价其实比我们涨的更多 是 就这样一个背景 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那目前来讲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截止到今年的3月28号 在17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 中国的油价排名是第61位 比平均值略高高了0.75元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北京的 这个李宗光先生的一个分析 为什么这一轮的油价会出现6年涨 以及6年涨的高企的油价 对于当下会有怎样的影响 确实像刚才的各位专家讲 就是那么欧冲突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 那么因为俄罗斯是这个全球 基本上是最大的原油的这种供应商 每天大约是能够1200万桶世界的一个供应量 那么欧冲突之后的话 美国和欧洲望图把俄罗斯 从这个国际能源市场当中给踢出去 当然它有一个过程 第一轮的这个制裁 它相当于是每天会减少300万桶 那么这样一个这个缺口是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能量行业没有多少过剩的产能 所以说它影响非常大 那么长期因素的话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 是一个这个去钱优化的过程 全球的经济整体在放缓 过去的十年石油行的资本支出下降的是非常严重 那么所以说没有这种欧冲突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知道供给的这种紧缩 那么导致了它的这种一种紧平衡 那么在这种紧平衡的情况下的话 这么大的一个能源缺口 它导致了这种供给价格弹性是被无限放大 那么所以说它导致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暴涨 这样一个过程 好 我们谢谢李宗光先生的一个观察 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洞见 问问李银 银子最近在深圳有加油吗 感觉到油价怎么样 木迪你知道我一向都是推崇 比较节能的方式出行的 所以自从疫情发生之后 我很少开车了 地铁什么的都可以做 新冠疫情对油价的影响也很明显 刚刚说到的问题 为什么大家都会担心石油 它的价格上涨会带来我们生活的冲击 因为整一条产业链 我们的现代工业都离不开石油 然后我们关注到美联储加息了 你们也会留意到每一次美联储加息 它真正实现软着陆的两次 石油的油价都没有涨 而之前之后的无数次硬着陆 都是跟油价相关的 而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知道半个世纪以来存在过 三次石油危机的 分别发生在1973年第一次 然后1979年和1990年 当时是三次石油危机 而且我稍微查了查这个史料 这三次石油危机都伴随着战争 而更重要的是 很有意思了 每次石油危机之后 对汽车这个产业 造成巨大的冲击 每次石油危机之后 传统汽车的销量大幅下降 然后让一个势力崛起了 就是以能耗小 耗油少的日系车 在这几次石油危机中就起来了 那这次我想可能也不例外 我们看到最近汽车 好像事情正在起变化 尤其是现在很多 就包括新能源车 好像也在起变化 最近李斌总被迫在上海 用葱换了盐的同时宣布 原材料价格上涨 顶不住了 未来要涨价了 而未来之前 小鹏 特斯拉 理想 各个车都在涨价 来我们听听玩车教授说说 这一轮的会不会有一个担忧 汽车行业会怎么变化 首先汽车行业从去年开始 由于缺芯片的问题 供应链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就很多人买车 少则等两三个月 多则要等半年 而今年其实因为俄乌冲突 然后汽车的芯片问题 比去年更严重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里面 芯片大概占300到500个模块 俄罗斯它本身在芯片的原材料 把它占40% 是最大的出货果 然后其中电池里面的烈 它也占了很大的份额 就是说他们那个一冲突 就反制嘛 他可能就不出口了 因为去年芯片就是一个 一个缺失的情况 今年更缺 所以的话 现在目前来看 对今年的汽车的市场 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的是什么呢 就看看现在拜登 他要做什么 俄乌冲突发生之后 拜登还是很努力的 去跟中东的石油国 他们是在协调的 而且拜登其实最近也在做努力 拜登是每天拿出战略储备的石油 100万桶 每天100万桶 但是好像也是 缺口太大 这个杯水车薪 因为刚才李中光老师说了 俄罗斯的产量是每天1200万桶 美国拿出每天100万桶 还是不够 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这个缺口 如果真的把俄罗斯油全部禁止的话 肯定补不上来 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事 就是说我们要开发性能源 那么丝化能源 好像对环境带来的冲击太大了 污染太厉害 所以大家都在讲 要替代 虽然说美国现在 在进行释放能源储备 刚才专家们也都聊 美国现在是释放1.8亿桶 国际能源署是释放6000万桶 这样的话是2.4亿桶 2.4亿桶来讲的话 实际上你是 如果说每天300万桶的话 可能也就是80天左右 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量 然后短期会有冲击 增加这个油价的波动性 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美国的战略能源储备 现在是5.6亿桶 这个应该是过去的 10年20年的一个最低的水平 那么所以说 会不会出现一个逼空的现象 因为你的这个能源储备 你的石油储备 大家都看得到的 你释放的越多 将来你的这个被逼空的 可能性越大 那问题来了 这次的高油价 包括整个全球性的通胀 其实已经让世界人民 尤其西方国家 水深火热 我们的政策是 保持货币的 货币的 有两个目标 一是 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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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量量显得 那我们问一问李银 那接下来这波油价 如果再这么涨上去 通胀如果再这么继续高企下去 对于整个的经济 在你的观察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去做预测 还是得有实际的数据根据 如果你说把时间放长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发生之后 我们也要看经济跟石油的关联度 有没有变化 如果你把时间放到1973年 产生1000美金的GDP 它所耗费的石油是一桶 到了2019年 每1000美金对应的石油 只是0.43桶 可见它的关联度已经没有那么的紧密了 但是话说回来 还是要看整个全球的石油能源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们如果看BP的能源年鉴 从2003年开始 英国石油公司的每年的能源年鉴 你能看到到现在呢 整个全球31%能源还是来自于石油的 也就是说石油这个基础还是存在的 而2020年 你看欧盟 你看美国都在削减 事实上全球的石油的需求 在2020年削减了9.3%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全球的各国都看到了里面需要变化的空间 也在做各种能源结构的调整 包括法国要新建6座核电站 包括英国也开始启动了各种新能源结构的变化 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 它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我们提前准备和应对 所有的能源冲击的一些基础 为什么我会认为 还是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最终市场化 它可以吸收一切的负面 不管是美国的油业岩的革命 包括中国的新能源革命 我们都是为了解决能源的问题 而做的市场化的配置 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它一定会有办法找到的 好 谢谢李莹的观察 那其实这段时间的油价上涨 包括什么很多国际组织 国际机构 包括什么国际能源署 都出了好多什么十条措施 怎么样去降低这个油耗 降低能源的这个消耗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词 叫做新能源 新能源可能构成了 未来的曙光 未来的方向 未来的希望 未来的出路所在 给大家几个 我们聊的语境或背景 现在展开 第一件事情 就是新能源板块 已经是现在中国A股的 第一大板块了 9万亿以上的市值 第二个背景 现在展开 是中国目前六个省的首富 全部跟新能源有关 尤其是跟电池有关 这六个省分别是 福建 江西 陕西 四川 贵州 和云南 新能源引起了新一轮的造福 第三个背景性的展开 就请教咱邱教授了 就是怎么去看待 这一波新能源 以及这一波新能源 大旗口号之下的 汽车产业的异动 包括更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 要换车吗 要换电动车 要换新能源车吗 几年前我记得 我们讨论过一次 当时那一期话题是 李斌能不能成 因为它是国内新能源的 第一个做的 今天刚好来看 它的确也成了 整个公司的市值 产品 口碑 已经超过很多 欧洲豪门了 已经超过国外的 很多品牌和企业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新能源这个产品 从去年这一年开始 它增长非常的快 然后占整个市场份额 已经差不多15%了 这个增长的速度 超过前十年 2010年参加上 就说新能源 那时候新能源车 没几台 但是现在市面上 新能源车有几十款 然后呢 电地充电车 然后种类也比较丰富 新能源整个产业 我觉得未来 它一定会越来越好 原因是什么 因为新能源 它不只是 我们中国汽车里面 能源的一部分 它其实更像一个 帮车在做技术革命 就是我们往回推十年 十年前 我们所有人用的手机 基本上摩托罗拉 洛基亚 三星这些 现在我们中国最强的 就是华OV 那几个 小米这几个 那现在新能源市场 其实我看到很多的 新能源品牌 他们都是融资型的 脂肪也非常看好 我觉得他们也是想好 就是在一个弯道 就是如果新能源能成 将来可能会把 国外巨头那些车 全部打出去 因为首先 在新能源 这个整个产业链 中国是最齐全的 比欧洲要领先很多 第二个配套产业 你看我们明天时代 对吧 还包括木迪刚才说 那几个省份 我还不知道 有那些首富 我不知道他们都是 跟做电池相关的 这就叫新能源的造富速度 对对对 潮潮大陆通新能源 对 他们因为这些产业的 中国配套 中国发展 它可以撑着这股势头 继续晚上 那你看说的这么热闹 那现在我们开车的伙伴 玩车的伙伴 要不要换电动车 新能源车 或者说如果要换的话 怎么换 你玩车教授 邱总给说一个指南 或者叫做换车 买车的指南 用什么样的指标 什么样的原则 什么样的方法论 去换或者买电动车 新能源车 我觉得新能源车 跟传统燃油车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会长期并行 首先 成长眼的观众们里面 如果需要换新能源车 首先有三个必备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 你家的充电条件 就是你家里如果能够装 四人充电桩 这是第一点 因为很多的城市 它的停车场里面 因为电网的问题 它并装不了 但是现在目前 新能源车的第一优势 就是你如果有便利的充电条件 那么你就可以买新能源车 然后第二个是 你所生活在的城市 是南方还是北方 去年冬天也特别冷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的测试 还有在同行那里面 一些测试 大家看了一下 新能源车 在北方的冬天的这些城市 它的续航会骤减 这是跟温度有关 跟温度相关 就纯电车里面的电池 跟温度会呈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一个500公里续航的车 如果在冬天 比如说零度 或零下20度 你的续航可能打折 只变成250公里 这跟这个车没有换 只是因为它的电池 让这个车在温度下面 迅速掉电 第三个就是 还有你这个新能源车 用车的场景 你如果说是南方人 你广州深圳两边跑 来回一天200公里 没问题 如果你是经常跑长途 越在北方的层次 什么石牙庄到北街 那种 然后你到时候到冬天 一上高速 掉电速度更快 天气又冷 那可能250都不到 200 那个时候你就很痛苦 然后上面说的 其实就是 你适不适合买 纯电车的一个 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有充电条件 然后我们新能源 其实有很多种 那我们就 主要用的两种 可能就是纯电 跟插电是混动 这是最合适的 那比如说刚才 不符合第一种 充电条件不行的 第二个 你又在北方城市的 那么第三个 你要跑长途 那没关系 你就选择个拆电混动 那就OK了 那我在最后 追问一个问题 咱们股评价 不评论各个股 汽车专家 也不一定评论各个品牌 但是我把这赛道 跟你说说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一般说我有个朋友 基本就说说我自己 比如我要买车 你给分析分析 你要买车 我来看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 就是自主品牌的车 原因是它的价格便宜 在国内呢 又有一定的口碑啊 售后啊 各方面有保障 而且科技类也还不错 还有个颜值经济的时代 我觉得它长得也挺好看的 那些豪门 就是那些BBI这些 当然他们也刚刚都 发布了未来五年计划嘛 都会推出电动车 以大众啊 宝马奔驰 都推出了第一款 这些电动车 但是目前来说 就是他们的 自制系统这一块 我们感觉还不太OK 这个板块 我们暂时先聊到这 我们提供了一个 财经狼眼版的 玩车教授版的一个买车 换车的行动指南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我们身边 我们这片土地上 会掀起一波又一波 声势浩大的 电动车新能源 那是肯定的 革命 我们回到更高一节的 叫新能源这个板块 就是到底这个能源的危机 或者说欧欧冲突之后 我们怎么去理解 中国新能源这个赛道 我们先听听李银老师说吧 李银 对于新能源的未来怎么看 其实说到能源 肯定不仅仅是石油 如果你看中国的能源结构 你会发现 50%以上是煤炭 石油只是占了18%左右 后面的看到的天然气 还有非石化能源 占比都不算高 我们从2007年 就开始聊过风力发电 聊过光伏发电 等等的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的 一个结果是什么 是我们要意识到 布局它是需要时间的 能源的消耗 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需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是看到十四五规划里面 有非常完整的对新能源 整一个结构的设定 包括要做新能源的数字化的结构 这些新能源 包括风力发电 包括光伏 那他们的并网和上网的问题 都还是需要数字化来解决的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新能源是一个完整的版图 这个版图是关乎着 整个中国的能源战略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 仔细化成单一的 或者唯一的行业来看 好 谢谢李您的观察 那我们连线在北京的李宗光先生 李老师认为新能源 未来空间怎么样 有人说新能源 是中国经济新的引擎 你怎么去观察 未来新能源的 这样一个出路和思路 我是高度认同的 长期来讲 也是非常看好新能源 一方面来讲 新能源的发展 履行我们这种 大股的责任 全球命运共同体 我们节能减排 建设更好家园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种产业的竞争 刚才各位老师也讲 我们过去的100年 实际上我们的汽车工业 一直是在发展 一直在追赶 实际上来讲 我们和西方的这种差距 弯道超车是很难的 因为这种燃油车的技术 非常的成熟 那么所以说 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出来之后 我们要抓住最新的技术 通过这种弯道超车 实际上我们是进行了领先 我们全球的这种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中国是占了一半以上 应该说是远远的第一名 所以这个对我们中国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也好 人均收入的提升也好 实际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提升 那么再加上刚才讲了这种俄乌冲突之后 这种化石能源 它的供应并不稳定 所以说我们会all in去推进新能源的这种发展 其实今年以来的话 这种发改委 那么推这种大风光基地 实际上也是快马加鞭去推进 所以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产能的问题 只要是我们能够做的 我相信它一定是能够让它去实现的 所以所有的力量都在促成新能源的这种革命 所以这一块我也是个人比较看好 就是坚定的拥抱 坚定的支持新能源 以及新能源的产业 那说到能源禀赋 中国一般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国家 叫做富煤 贫油 少气 然后风光无限 风光无限就是风能和光伏 对吧 那对于新能源 包括新能源 现在整个的产业布局和带给我们的机会 我想听听林江教授的一个观察 我认为从双碳 碳达峰 碳中和这样一个目标来看 新能源是前途无量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从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空间来讲 到了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是传统的能源 我们讲四化能源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 是它已经走向一个 不好说短期内就会枯竭 至少它不是可持续 这个问题是挺大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们现在 还不是说仅仅是看一个愿景怎么样 还要看我们的支撑这个愿景的基础在哪里 刚才李中光老师提到一个技术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像这么些年 我们一直在很关注风能的问题 但为什么风能 它往往还没有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 很亮丽的一个 比如说你说你在内蒙 内蒙那边的那个风能可能做得比较好 内蒙的那个风电的发电的那个电 能不能把它传到我们南方 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技术输电配电能不能上去 所以等于说像现在新能源的问题 还不是说只是个愿景 愿景很好 我非常同意这个愿景 但关键就是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时间表 路线图 基础设施 都要做的 然后甚至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车的问题 新能源车 可能还有很多制约因素 这个除了我们造车的这个技术以外 可能还有 在我们社区里面有没有充电桩 或者这个充电设施 跟燃油汽车我们去加油这个便利度相比 它有没有一个可替代性 或者替代的程度怎么样 所以这个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了新能源 以及新能源的汽车 新能源整体的这个市场的问题 所以等于说我们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来我们听听定定教授 我觉得当然我也很看好跟各位嘉宾一样 但我觉得可能概念更大一点是新经济 不仅是电啊 能源啊 甚至我觉得也不仅是汽车 是 汽车里面可能更重要的是一些新的硬件 新的软件 比如说无人驾驶 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加有革命性的一个技术发明 如果能够出来 将极大的改变 不仅是我们的能源消耗啊 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习惯啊 我们的整个城市的规划呀 我觉得这个合起来才是我们最看重的 或最看好的 它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 新的产业链的形态 新的这个整个生态 甚至说弯道如果操作困难 干脆自立赛道 是吧 自己搞一个赛道也行 我们新电源其实就是一个自己搞个赛道 别人赶不上我们 因为我们不仅是有这个硬件软件 我们还有规则的制定权 这个可能更重要 对吧 什么是绿色电池 我们说了算 或者说我们有相当大的这个发言权 那什么是可以回缩的等等的 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话 对我们在全球化一全都很重要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一次辽兴能源 我们已经处在了 真的叫40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 这个变局也包括能源江湖的变局 最后呢 有网友出了个搜主意 因为为什么 说大家不都说这个能源涨了吗 受不了了 每天加的油 车吃的餐比我吃的餐都贵 那怎么办呢 有网友出了搜主意 是说给大家告诉一个超级省钱的办法 就是建议朋友们多喝酒 因为喝酒不开车 好 再一次感谢我们云端的两位嘉宾 李宗光先生和李宁老师 感谢我们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建威之助 小题大作 进入财经狼野 威克堂 孙明展 中山大学金融系统计系专业硕士导师 知名理财教育平台 普兰创始人 今天的威克堂 他将带来 医保异地就医如何办理 现在社会医疗保险 可以异地就医了 很多朋友就问啊 这个异地就医难不难办 其实今天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社会医疗保险 今天才能解决异地就医问题 而只是今天异地就医完全电子化了 那么每一个有异地就医需求的参保人员 只需要下载国家医保平台的APP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这是现在的一个创取 如果找不到这个APP也很容易 只要进入国家医保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下载 不过呢 中间有一些是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要首先知道 我们的第一个程序 是异地就医的备案 而备案的背后 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支持异地就医 一般来讲 就全国制度下 四类人员是可以异地就医的 首先是异地退休人员 第二是异地工作人员 第三是异地的长期居住人员 还有第四类是异地转诊人员 当然啊 各个省可能还有相应的 其他的细微的差异 如果你符合 或者你的亲属符合这四类人员 而且是参保人 那么就可以完全通过 国家医保平台的APP 线上完成所有的备案操作 那么说到社会医疗保险 还有很多朋友有这么一个问题 到底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孰情孰众 那么在这里啊 作为我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我认为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 近几年的发展 给我们的医疗带来了极大的品质的提升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 慢慢解决了所谓因病反贫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我们国家在2020年国家医保的总收入 大概是2.5万亿 而国家社会医疗保险的总支出 高达2.1万亿 那也就是说 收的保费大概80%到90%都支付出去了 而同样的比例对于商医疗保险呢 一般在30%到40% 也就是商业医疗保险收取保费的30%到40% 用于理赔支付了 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社会医疗保险 本身就是一个全民覆盖 同时呢 可以汇集全民 当然并不是说社会医疗保险 就完全取代了商医疗保险 在一些特殊病 在某一些风险防范的特殊场合 比如说 因病所造成的收入损失方面 社会医疗保险是远远取代不了商医疗保险的 所以换言之 社会医疗保险解决了我们看病中的大头 而商业医疗保险 让我们因病所造成的财务损失 消减为最低 同时啊 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的社会医疗保险 随着这年的发展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社会医疗保险的制度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所看到的灵魂砍价 很多罕见病的治疗这个药品 已经纳入了社保的这个报销 也只有因为有我们庞大的这个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 和强大的溢价能力 才可能做到大幅的降低这些罕见病的治疗成本 其实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医疗药品研发 一直到终端的我们的治疗的信息不对称 社会医疗保险无疑是解决添价药 解决这些罕见病的最佳的方案 最近还有一些让我们欣喜的一些社会医疗保险的 有可能的潜在变化 比如说在未来可能中牙直牙 这样的一些过去连商业医疗保险都不覆盖的 也将逐步纳入到我们的社会医疗保险 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但关注到我们的病 也关注到让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身体更加好 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加能够提升 相信随着社会医疗保险的发展 随着参保走95%覆盖到100% 我们将创造全世界范围内 社会医疗保险防护体系的一个伟大的奇迹 今天的财经狼言我们讲一讲 2022如何稳增长 个人怎么求稳呢 职场要的是什么 人脉关系经验 工作和那个兴趣越来越高度结合 对于收入的短期成长要躺平 我的钱袋子怎么稳 如果说你不做理财 个人的财产也怕跑赢这个成长 整个市场跌了15% 我的跌了8% 这叫很稳 至青春净奋斗 财经狼言 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 5月2号21点10分播出